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天然气候的配合 克勤克减的哈嘎尹更是促使这个客家庄成为赛士兵的总工厂 秋百亩这个客家庄的我知道事情烤的请不吝点赞 您晚上更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您好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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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一早就聚集了一堆來上宮的妻子阿姨 對飾品廠老闆劉先生來說 這是父子相傳的家族企業 來自上宮的阿婆阿姨 只是來這邊抬槓兼幫忙 順便亮亮相而已 豬子削完皮之後呢 要經過不斷地風乾日曬 再风干再日晒才能制成视频 而其中帮柿子按摩的工作就相当重要了 这力道的强弱的拿念 全在老师傅的手里和心里 对押柿子的坚持与用心 就是刘大哥维持客家传统文化的最有利的证据 视频工厂已经有百年历史了 问刘大哥自己做了多久 他说41年了 那讲全国语就是生命会找出入的意思 客家人绝对会自己找寻生命的出入 就像我们柳胎狗啊 书没有念好 可是却做好视频这个家传的事业 其实我们没有做这些企业 算是这么穿心 我们日丹子做完 路云家特别日丹子做完 所以 呃 鸟就接着当军商 我们日会特别做鸟特努情辛苦 所以受人无套佛 受人无套佛 受人无套佛 无套佛 无套佛 就无套佛 所以鸟呢 就全都会不怕我们走去边 我们实际上来 我们民众说 做这专事来反复 吃穿心做这补区 我们日丹子做这补区 吃穿心做 我们日丹子做这补区 就放口放口了 视频的产期只有每年九月到十二月 不多不少三个月 可是这一整季的收入 却是刘家一整年的收入 问他们这样的日子过得下去吗 他们想了想 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 关西 听到着双手和汗水 辛苦耕源的哈嘎尹 却怀抱着靠天吃饭的谦卑 或许就是这种 相信宿命论的调调吧 让客家人保有了 传统简朴的乐天之命 也许社会上关心的是钱财 追求的是名利 但是在汉坑里的客家庄 只有每一道阳光才是最宝贵的